何大麦造 何大麦造 这黑令旗要竖得很高 所有黑令旗 这个黑令旗要竖得非常的高 所有看到黑令旗的所有的鬼 全部被黑令旗的力量 全部射招而来 另外 这个交面鬼王 交面鬼王 一般来讲 祖酒或者普渡 都要有一尊交面鬼王 你们那个 梁皇宝燦 这个做宜家宴口 也要有交面鬼王一尊 罗天大教要十尊的交面鬼王 要十尊的交面鬼王 要请那个连生上师注意了 到那个指伏店 Channatham指伏店去做十尊的交面鬼王 一面很大的黑令旗 黑色的旗子 里面画一个圆圈 里面有个令日 白色的 白色的圆圈 白色的令日 要先准备好这两样东西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 另外 坦白讲 做罗天大教 一共有七个谈诚 中央主谈是我 其他有六个谈诚 是其他的法师做的 六个谈 一共有七个谈诚 但是我们这一次 没有办法叫 这个 这个连生上师 不知道罗天大教那么大 他就是 叫我说罗天大教 这一下子很麻烦 共品 一共要七堆的 七七四十九 四十九 九堆的 七七四十九堆的供品 等于是四十九桌的供品 都不能少 但是呢 我们用 也是用简单的 好像一个供桌 一个供桌 小供桌 用七七四十九桌 小供桌 要这样子做 罗天大教 要做四十九天 要做四十九天 我告诉你哦 我生日那天 只有一天哦 我必须要用用 我本身的 颁印 那个叫做 东方太乙老先翁 东方太乙老先翁 传给我的 这个颠纳法 东方太乙老先翁 他传给我 这个颠纳法 也就是说 把一个供桌 可以变成七七四十九桌 把一天变成四十九天 我在那一天里面 要甚至于几个小时之内 就完成四十九个 要完成四十九天的那一种仪轨 你们不来啊 很遗憾的 那一天啊 我必须要有一个雷坯木 把雷 真正雷坯的木头 做成四方形的板 我要拍板 要拍桌子的 用木头 拍桌子 像以前那个 古代那些 那些 那些县令啊 这个威武完了以后 他要拍着拿起来 拍 这是奉的 我奉的是佛祖的历令 姚慈经母的历令 地藏王菩萨的历令 来做这件事情 不看不在 欢迎大家来参观